要數香港特色又怎少得廟街呢? 通關後小紅書熱捧舊香港情懷 廟街就成為了內地旅客打卡的熱點 但要搞起夜經濟都要多些本地人捧場才行 港府早前宣布啟動香港夜奔分計劃 重振夜經濟、旅遊發展局就計劃在廟街搞夜市 同相反設立一條美食街 但要明火煮食有很多牌照要申請 所以旅發局就希望政府拆牆鬆綁 消防署星期二就完美演繹了什麼叫做重線如流 因應各區夜間的市集和活動的經營模式 只要營運者符合基本的消防要求 例如設置滅火桶、滅火箭和在攤檔工作台裝設屏障等等 就可以在場地設置明火煮食的攤檔 消防署說會提供適切的協助 包括評估場地風險和巡查 即場發出消防安全證書 亦都會靈活配合主辦單位提供消防安全意見 說是要給市民和旅客在安全的環境之下感受香港的活力